身体有癌,皮肤先知,提醒,皮肤出现四个表现,尽快去医院检查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是? 心脏,肝,肺,胃,两个肾? 其实都不是。 人体最大的器官应该是,皮肤。 皮肤好比人体的防火墙,防止病菌入侵,保持人体正常体温。 然而皮肤也是表露在外面最大的器官,以至于,我们无时无刻不能看到它。 这也为我们发现皮肤变化提供了便利。 因为身体的某些器官是相关关联的,所以有些器官发生病变,皮肤变会彰显出来。 例如最让人恐惧的癌症。 癌是一种很常见的恶性肿瘤,目前临床上并没有特效药可以根治。 大部分癌症,只能通过药物、化疗的方式来减轻患者痛苦,延缓生命。 目前,诸多癌症依旧是现代科学技术还没有完全攻破的一个难题。 癌症早期治疗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,治愈率较高,对患者的影响也比较小,故而了解癌症的一些症状是很有必要的。 人体的皮肤就好像是一面镜子,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一些疾病的发生,进展身体有癌,皮肤先知,皮肤出现四个表现,尽快去医院检查。 1. 皮肤臊痒 皮肤臊痒 皮肤臊痒是一种很常见的生理现象,蚊虫叮咬,皮炎,皮屑,过敏,以及灰尘等之类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皮肤臊痒的症状。 但是大多数臊痒在通过治疗之后症状都能得到有效缓解。 如果皮肤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臊痒,并且在治疗之后臊痒,还是继续存在,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注意,有可能是身体出现了肿瘤。 诸如淋巴瘤之类的肿瘤,有可能会出现皮肤臊痒,需要提高警惕。 2. 皮肤变黄 肤质细腻有光泽,皮肤看上去白里透红是健康的表现,但是如果在短期内皮肤变得蜡黄,甚至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金黄色,丝毫没有血色,则有可能是出现了黄胆。 3. 如果还伴随有皮肤臊痒,尿液颜色变成浓茶色,大便颜色发生改变等之类的状况,需要警惕消化到疾病的发生。 4. 胆管癌,肝癌,胆囊癌以及胰头癌等之类的癌症,都有可能导致上面这些状况的出现。 发生此类状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,避免病情恶化。 3. 黑色疾皮症 黑色疾皮症是一种皮肤病,主要表现为患处皮肤呈现出灰褐色或者黑色。 4. 大多数恶性黑色疾皮症通常伴随着肿瘤出现,大概60%的患者皮肤表现症状与内脏恶变程度同步。 5. 大部分恶性黑色疾皮症患者主要表现为四肢和口腔粘膜改变,皮损状况通常比较严重。 如果皮肤经常发生上面提到的这些症状,需要警惕内脏恶性肿瘤的发生。 4. 蜘蛛痣 蜘蛛痣主要是由羽毛细血管扩张所引起的。 在蜘蛛痣的中间位置有一个点,周围呈现出辐射型的小血管分支,整个形状看上去就好像是蜘蛛网一样。 5. 蜘蛛痣 蜘蛛痣的出现大多和肝癌有着密切的关系,皮肤上出现蜘蛛痣,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个肝工检查,看肝脏是否发生病变。 5. 总的来说,皮肤发生性质变化,除了皮肤本身的疾病外,还可能是器官癌变引起的。 5. 正常皮肤病和癌症引起的皮肤病,如何区别呢? 5. 主要从三点看 首先,看皮肤症状是否顽固,并且反复发作。 6. 癌症引起的皮肤病,无法达到药物治愈的,通常都是长久反复病变。 7. 其次,皮肤病发是否可疑找到病因? 7. 常见的皮炎、皮疹等皮肤病,医生可以迅速辨别,找到病因病对症治疗,治疗效果明显。 8. 而癌症引起的皮肤病,出疹很难找到原因。 8. 说白了,癌症引起的皮肤病,用药物治疗效果并不明显,而常见的皮肤病,按照医生建议,效果会很明显。 8. 所以,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皮肤性状发生改变有可能是癌症导致的。 9. 大家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情况,发现异常一定不要掉以轻心,应该及时到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,必要时候接受相关治疗。 10. 同时,一些癌症和人们的生活作息,饮食方式有密切的关系,大家在平时应该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,早睡早起步熬夜,健康饮食,远离垃圾食品,保持愉悦心情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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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